鹹酥雞出爐 炸得酥脆 不少民眾宵夜都愛買來吃 現在有老字號品牌 直接在創始店的後方 新開了一棟透天錯 就是這一間三層樓建築物 位在台北市捷運大直站附近 鹹酥雞品牌開業超過40年 目前是第二代負責人經營 在總店的後方 透天錯內部雖然還在裝潢 不過外頭時常停放 鹹酥雞的物流貨車 業者也證實 這棟建築確實是 他們投資興建的 花費大約2.8億元打造 光是土地就要加2億元 2020年開工之後 歷經了疫情面臨缺工缺料難題 導致工程延宕到近期才完工 業者蓋房的目的除了廚房設備擴張 還要作為辦公室等用途 其中一層樓甚至是員工宿舍 要體恤離家工作的員工 而說到員工福利還有這一家 施大夜市起家的 老字號連鎖鹽酥雞 真的蠻辛苦的 因為他就是要被油噴 那夏天到的話 夏天非常熱 油炸人員開出月薪 四萬二以上 還有定期員工旅遊 工作十年會送勞力士手錶 餐飲服務缺工潮 業者想方設法 不管是加薪或是砸銜蓋宿舍 都是希望能夠留人 繼續打拼 TVBS新聞李正恩 黃凱靜 台北倉庫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